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用空气炸锅炸的机制宫 其实空气炸锅炸机制跟到底是一样的 首先把这个机制宫解冻 化了 把它用水洗干净 用这个刀在这个机制宫拉几道坑 这个目的是为了让待会儿腌制水上的露汆 拉完口之后最好再把这个机制宫的洗洗 这样的话可以把那个水洗掉 把控烤完了我就放过去 所以保证会比较干 然后我每一个机制宫上都有口味 那我们先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胡椒粉 白胡椒粉 然后再放一些料酒 当然这些佐料 腌制的佐料 你就看着割 依据您自己的口味 我这是依照我的口味 然后割点双喉 再割一点双酥 我这机制宫有点多 因为我今天炒包的时候没注意 就得多往外边吃 好 然后就拿手把它给剪成均匀 哦对 还有一点姜末 这个面衣宁的口味 有点姜末的可以这样的 甘质有味道 如果您要是口味这么多搁点盐 搁搁点这个双酥 如果口味清的就少了点盐 如果您要是来个点辣椒什么的 也可以 这个不太小时太辣了 所以没割辣椒粉 那就有点花精 一微来一点 给它充分的揉匀了 揉匀之后就让它腌制20分钟 然后上炸锅炸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先让它腌制一下 等一会儿之后再放到炸锅里面吧 好了 现在我这个鸡翅锅已经腌制好了 然后我都把它摆到我这个炸锅里面 我现在把这个炸锅放在里面 然后那个10分钟 先炸10分钟 是吧 然后10分钟之后看个像是放到这儿 这中间可以放的 对吧 先到这边 对吧 好 现在第一次装 我现在做熟了 我中间给它翻了个面 然后画方的面 然后现在看这个颜色 基本上是这个成品的颜色 大家就吃了 这么做 这个就是我炸出来的这个气势中 你看成功的就是这个颜色 颜色还不错吧 色香味都挺好